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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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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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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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� 那长崖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首先跟他们居住的环境 有很大的联系了 海上在野外主要是分布在北极 及其附近海域的 那边的海面长时间都是结冰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海上这段路的身体又滑溜溜的起脚 想要爬上冰面肯定是非常的困难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通过象牙勾住冰面 帮助自己爬往岸上 那如果说没有长出那么长象牙的海象 又该怎么办呢 大家也不用担心 海象妈妈会帮助宝宝爬往岸上的 另外海象宝宝年龄小 体型也会比较像 海象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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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